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修路的这个专业人员吗 原住民委员会他有编列一些预算去补助原住民的原乡地区的道路修复 但是那个是应该主要是他们对施工的意见 是不是还是为什么这部分的道路是经由他们自己在处理的 这些处理的道路后续观看后观的效果都怎么样 因为那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交通部负责大概都是公路体系的公路系统来修复 那这个部分虽然在县市跟中央有分择 但是我们会有那个公路设计规范来遵循 那在原住民地区它是一般的比较小型的产业道路 那这个部分原住民委员会他会去帮忙 然后去补助然后去审议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然后来做修复 所谓审议是交由你们审议吗 在原住民委员会 但是这个道路我说后续后观你们你们也有在注意 就意思说有多少后来就又遭到破坏大自然的破坏 那有多少是还能够维持它正常的这个运作 在全程划分上来讲 那个原乡的道路还是在原住民委员会 他们会去做这个监督管理 那我们的公路系统部分我们会由交由部来负责 所以他们损坏的情形 或者使用的情形你们都不知道 这个部分可能要原住民委员会比较清楚 好 但是我自己个人还是希望中央也能够注意到原住民的道路 比较大路也是一个投资很多钱的一个产业 那以原乡的那个大自然的条件来说 它也比较会容易受到破坏 那我们去解冻那个款项 我们也觉得心里刹裂单 不知道通过的款项哪一天又归零了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来跟原住民委员会 你们应该不能把它分得那么清楚 因为山地的柔长顺断的话 那也是造成那个山崩啊 各种危险的现象 对方再来说是蛮可怕的事情 那么陆正司请回 麻烦灾害防救办公室的周副主任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道路 它也可能变成某种灾害 不过我要想请教你的 在你们的灾害防救里头 你们会觉得哪一种灾害是最可怕的 不管是山崩是地震是大雨还是什么 报委员 当然台湾地区 当然目前过去统计上 最遇到是风灾跟水 还是气象型的灾害 可是在过去 损失最大还是地震的这个区块 但是天灾之外的人祸 我认为最可怕的 最让人惊恐的 最让人不放心的 应该就是核能 核能如果一旦发生问题的话 整个台北市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那这一点在不在你们的业务范围之内 目前灾害防救法 目前并没有规范核能 那目前这个送进到大院这个存在版本 是把核能放进在这次灾害防救法修法里面 那目前整个核能应变机制 由云能会目前规范一套完整的机制 包括应变计划区 出展的程序 整个应变作为程序 目前原子能委员会都会规范一套完整的规定 请问日本的核能有给你们什么启示 或者你们有去参访 或者你们有去了解一下吗 针对日本的核灾事实上 透过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 也请原子能委员会作为相关的检讨 所以你们自己并没有去了解 没有实地去了解 好那请回原能会的 科长 苏科长 除了作为原能会的专家以外 你们对他所可能引起的灾害的灾变的部分 你们有过什么思维吗 是 报告委员 那针对这次日本辅导事故 其实我们对整个核能电厂一个安全 我们重新一个另外一个思维 就是说核能电厂的事故还是有发生的可能 所以我们这一次针对日本辅导事故的经验 有做一个核能电厂安全防务总体检 那大概分成一个部分就是 核能电厂一个安全设计基准的一个 它当初的设计基准是不是现在符合 或者万一发生类似日本辅导事故这种 超过想象的灾害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强化的措施 包括海啸啊这些等等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名字 就是万一发生灾害的时候 我们全体的人要骂一个人的时候 是骂谁 这个 这个 有没有谁是负责这件事情的 我想 我们要找到一个靶子来骂的 那个人是谁 我想我们原来会尽力来督到核能电厂的那个运转安全 然后没有安全就没有 没有那个核能电厂运转这个 这个发生 所以我们会严格来督到核能电厂的一个安全 因为在这个核二厂的时候 已经有两派的意见 比较慎重的就认为说 那个状况之下是不能再运转的 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名单 上次我用一个开玩笑口吻说 那谁欺负 如果发生问题谁欺负 因为它造成的灾害太大了 但是你们的委员长说 法律没有规定我们需要欺负 对 法律没有规定 好我现在只用骂 就说 大骂谁 就就说 是我们大家 大家在注意的 大家就就把它推到一个 不知道是谁的身上去了 我们要找到一个 为我们的核能安全负责的那个人 他说OK就OK 那他说了OK 发生灾难 那我们可以永恒的 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 假如我们还有子孙的话 还可以继续骂他 我想原人会 我们会责乎旁贷而 努力的把这个核能电厂的 就是蔡主委吗 还是 我不敢讲主委啦 那我想原人会每一个员工同仁都会努力的把 核能电厂的 对你还是没有给我名单 好你下去吧 好 请发务部的参事陈文琪 好 请问一下在最近有一个什么节日 跟你们有关的 六三纪念反途 对好 你们有什么活动吗 我们就长期以来就是每年都跟教育部和卫生署防博部共同会举办全国反途大会 举办什么 全国反途大会 全国反途大会 内容是什么 其他的内容是包括长久以来就是我们分反途剧毒防毒气毒几个面上去做 有各部会分工合作 在很多国家这个企图是一个专门的单位哈 但在我们这边在问题是越来越大条越来越严重的此刻呢 我们还是有好几个单位包括你们办这个 办这个六三这个经验节呢 也是三个单位轮流办三年才办一次哈 也不知道为什么重成这样 就是说 这个是经由你 不是谁在负责 就大家轮流办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现在十件犯罪的案件里头 有九件是跟吸毒有关的 可是没有看到我们有关方面拿出什么具体的有效的办法 这一点你能够给我一个简单而要的回答说 你的未来会怎么做吗 其实这个反毒的工作确实是不容易的 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那我们一直朝那个气毒反毒和剧毒几个面向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呃呃在教育方面就是 我们要防止这个吸毒年 呃这个年龄成的上下 那加强减掉警方面在气毒 气呃气毒的这一个呃执行力 那另外就是管为宣传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呃 去毒于境外 就是这个毒品最好不要流入 然后降低吸毒的人口 再加强查气 呃为什么现在警察如果抓那个毒贩 他就会得到比较高的减金 可是呃如果他抓吸毒的人就没有什么奖金 其实呃有很多都是值得检讨的啊 那我不知道在未来如果关切这个事情 我应该跟谁联系 比较呃他知道整整个全面的状况 呃因为讲你们把他分择了 教育就归教育馆教育部馆之类的 这样的方法是是比较不不不能够集中 有一个呃发誓号令的人啊 那当然那当然就说主管机关是 法务部也是主管机关哦 那跟法务部联系那如果涉及其他部会的工作 我们也会做很长的联系 对你们目前就是联系 但是没有一个总管你们呃的这一个单位哈 你们觉得有成立这个单位的必要吗 就是季度的单位这样 他可以包括法务部 他可以包括卫生署 他可以包括教育部等等 呃目前就是法务部还是会呃很负责的 跟呃整合相关的单位一起来做 那我们有定期的中央那个呃反毒汇报 呃然后在机制上我们有那个呃就是呃反毒的专案都打小组跟执行小组 那定期有会议而且有呃呃你去聚集的 你的意思说有你们主导吗 那当然有很多面向啦 因为譬如说西部 对我需要一个主导的单位 对 好谢谢你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好不如是可以负责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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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